歡迎收看小明星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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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們各位高雄百公的觀眾朋友們 今天在這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要來帶大家認識 是在我們高雄 已經有生根十二年的 乔馨花艺有限公司 一直以来 他们都是深耕于我们高雄的 殡葬花艺产业 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他们如何是从一朵小花的乔馨 来盛开成一片花海吧 在当时的殡葬花艺产业中 都是由第二代继承的民国98年 曾唐嘉董事长及萧香杰总经理 乔馨在当时并没有任何资源及基础下 白手起家创立乔馨花艺有限公司 在草创初期是相当艰辛的 但曾董事长及萧总经理并没有退缩 秉持着服务精神及不放弃的坚持 开创了一条属于乔馨的专属道路 而在创立五年后 乔馨为了干进一步 不愿跟随当时的潮流 想要创新并坚持品质 于是展开了和日本花艺职人老师的交流 以及学习之旅 这样的坚持与创新 不只提升乔馨市场上的品质与竞争力 更因乔馨对追求品质 创新的执着 使乔馨花艺在短短12年内 达到了市场的领先地位 更是品质的认证 让乔馨不只成为品牌 更是一种成长的坚持 在我们进入到整个会场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见 乔馨花艺其实不只在布置花艺上面 连整个会场都是可以一手包办 曾董可以跟大家聊聊 我们的乔馨花艺到底有做哪一些的布置 好的 我们整个告别式的整个布置 就是包含它背景跟花台的花形 还有整体的进水 还有灯花整个 整个一个 整个的所有的事项上 我们做一个统筹 整合这样 听起来就是几句话带过 但是感觉每一个细项都有不同的学问 特别在花艺 我们看到前面这里 真的是不管是层次感 甚至在配色上面 真的都有特别的学问 这个部分是乔馨花艺自己原本的 有去拜师学艺吗 还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就会懂的设计 是 因为一开始 我们从接触这个行业以来 然后我们自觉 发觉自己本身的不足 然后我请董娘 她去日本拜师学艺 然后回来我们专业 我们适合我们台湾南部的风情 然后我们做一个改革创新 我们有看到现场都还是几乎是以百合花为主 对不对 这是不是会跟到我们比如说家属的喜好啦 甚至像是我们的比如说不同的性别 然后宗教会不会有不同的选择 会 她因为之前的世代 他们都是以王者的年纪来做一个花色的搭配 可是现在世代的轮替 换年轻人他们思维 他们喜欢质感 干净 舒服 整个会场不要太悲伤 对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整个的搭配 做一些不同的创新的风格 对 所以也有可能像比如说在会场上 也会出现比较浪漫的玫瑰花 对不对 也是可以颠覆大家的印象的 没有错 但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花海 就是也其实它的设计是有层次感 对 真的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 这整个花海我们一般在设计是各行不一样的 花海的造型 可是这个是经过很多的世代 或者是选择 让我们公司我们愿意想要做个创新改革 可是家属他们着重的是花色 因为他们很少接触到山里的布置 所以他们着重的就是以百合玫瑰花色的选择为主 可是我们要给家属整个的氛围 是我们对整个告别式的用心 桥新花艺其实不只在花艺上的布置 连场地整个氛围的整个设计都可以一手来包办 那我们也想问问萧总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其实我们桥新花艺代表性的作品有非常的多 那像七年前的台座创办人王永再老先生 他在台中以南的十三处的服务处 还有他的工厂藏跟意愿都是由我们桥新花艺来做施工跟制作的 还有最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林一首的姐夫姚五年老先生 其实姚五年老先生他本身是个一贯道的点船师 他是点船长 那点船长他来工绩的人数是非常的多的 那个时候我们为了姚五年老先生 创办能够容纳三千多人的一个告别式会场 我们也为了姚五年老先生 他设计了一个他的人生的成功狼道 还有最近我们前两年的海军国军的罹难意外事件 也是由我们国军指定由我们桥新过去帮国军的 这些罹难的那个国军英雄们来为他们来设计 那我们也为他们特别设计了一组追尸的瀑布花墙 那这个瀑布花墙代表的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人 我们的不舍我们的思念都全部化作这座花墙 来呈现在我们的告别市场上 让我们的家属甚至我们长官都非常的满意 小董那其实呢像我们常来到了告别市 看到的都已经是完成品整片的花海了 但其实我们不知道原来 其实它不是原本就长那样子整座的 而是像我们现在在花艺部看到这里 其实都是由不同的花台组成的对不对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流程 好其实我们每一个告别市场 它都会由他们家属克制我们克制他们属于的 像这一组是莲花的造型 我们就会绘画出然后设计出 插出一组莲花的形状 然后它的颜色也会依它完整的年纪 来作用所改变 那像这一组造型的话 它是属于我们叫做那个翱翔 那这个翱翔是不是它可以设很多男生的 他们也是克制 选择像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方式 因为很多的新的花型都是由我们小新所做设计 然后我们去重新把它整个组装擦花 然后到完成成品出去 真的我觉得这也很特别的象征 我们人生其实就好像是起点的时候也是一株一株的花 没错 但是到人生最后圆满的时候它就是一片花海 没错 那除了我们现场的花台造型之外 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配件 有的 来这样子可以看这里 好 其实我们每个花台上啊 我们的祭桌上面就都会有像这样子 我们叫做伸手 但是它其实就是祭桌上的花 然后包含这个现花栏 就是让来宾可以举起来 然后做现花用的 那这个也是以我们的王者的年纪 它的设系来做克制跟制作的 所以这整套的东西都是属于 告别是完整系统 它里面必须要有的 它包括像这个走道花也是 它可以做在走道上花海的衍生 对 所以它可以放在我们的走道的两侧 是 然后花栏也是 水和花也是 所以就是其实在各个分布当中 都是有非常讲究的专业 跟不同的技术 然后客制化的需求 是的 我们都会用心的为它们设想的非常周到 是的 那这一层一层的关卡之后组成了 最后就是 完整的告别词 可以上货 然后就是到我们的殡仪馆现场去布置了 对不对 没错 致力于转型的过程中 其实乔星花艺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做内部的重整及调配 在营运的内控上面 就花了许多时间 安排员工的教育训练 每个岸场对于员工的教育训练 及指感要求 就能做到一个人复制暗场 5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 萧总自己觉得 就是在可以获取这么多客户信任的最重要的关键 跟我们引以为要的设备跟技术是什么 其实我们最骄傲的地方就是在我们七年前 其实我们乔星花艺在当时的南部市场 我们为了要走出一段一套就是独特的市场区别 所以我们特地飞到了日本去 学习了日本的职人的精神 而且我们寻找了老师也是传承了第三代的 那个生花祭坛的职人老师 所以我们将日本的职人精神学回来之后 套用在我们乔星花艺所有的服务的案件里面 将职人的精神完全的发挥的流令尽知 然后将这样子一个服务 然后带给我们的往生的家属 留给一个美好的意念的传承 还有我们就是乔星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因为你只要有地方有场地 我们就可以帮你规划出设计出你想要 而且整个是动线 不论是动线还是它的整个流程 我们都可以帮你规划的淋漓尽知 而且是非常得到家属的满意跟肯定的 我相信就是这一句话 在乔星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可以让家属们带着 对于我们这一些往生者 他们满满的祝福跟思念 让他们送回最终的这个天家 可以看到每一个流程跟每一个节奏 乔星都是以细心的最高规格在运作 井然有序的安排与调度 与花艺设计的搭配 从过程中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前置作业的用心 那其实我们知道乔星花艺呢 一直都是生根于高雄的冰藏花艺业者 那对于我们高雄我们的产品跟服务跟高雄 有没有什么样在地的连结呢 我们乔星花艺就是一个整合的产业 所以不论是稻葬啊还是兼顾的啊 还是我们的礼仪师 其实我们都是选择高雄在地的产业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设备相关设备 也是选择高雄在地的厂商 是可以看得出来 乔星花艺已经是非常专业跟成熟了 但是在未来呢 我们的乔星花艺有没有在思考 可以走出另外一条不一样的路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乔星花艺在冰藏产业已经13年了 那我们就是想要走出一个独特性的市场 我们有成立了一个新的产业 新的品牌叫做麦穗美学学院 那这个麦穗美学学院 其实我们想要透过一个婚礼啊 还有教学啊 还有商业的布置 还有我们的不论是孩子派对的设计 还有我们的课程 我们可以透过课程跟学习 然后可以寻找我们人生的价值 让我们麦穗可以用一个爱人在的一个方式 直接的存在在我们的这个市场里面 是 所以就像是我们在背板上面有提到的 我们希望呢 乔星花艺就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 乔星用百花为值得的你铺路 而就让我们的麦穗 美学为人生的灵魂 来为你擦上一朵盛开的鲜花 乔星花艺有限公司 以新为本 追求卓越品质 领导趋势的部署 开创全新的局面 人生最后的旅程 由乔星为您装点 每个花艺 思讨 不同的花艺 每期花艺 各顺其花艺 都以为 百花艺 空艺 所有的花艺 各种花都拥有自己专属的含义及花语 如何透过花艺师精湛手艺 将原始哀愁背上氛围的丧力 增添一丝回忆及温暖 花在殡葬仪式里 从来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规定 发展至今 花语成为礼仪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丧礼中透过拥有艺术气息的花语 更能调节丧礼的气氛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 依靠其个性化设计的花语作品 让生者在缅怀时 见花如见人 缓解生离死别的哀伤 如果透过花艺师精湛手艺 将原始哀愁背上氛围的丧力 增添一丝回忆及温暖 artistic atmosphere 艺术气息 艺术气息 The floral design with artistic atmosphere can adjust the feeling of the funerals 丧礼中透过拥有艺术气息的花语 更能调节丧礼的气氛 Separation between life and death Separation between life and death 生离死别 In the deeper aspect You can totally rely on customized flower design To make everyone feel like seeing someone they missed Moreover To relieve the sadness During the separation between life and death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 依靠其个性化设计的花语作品 让生者在缅怀时 见花如见人 缓解生离死别的哀伤 You can totally see you